數量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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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HIT 這個Table很重要 之前在光合作用的實驗 已經講過了 現在大家再重溫一次 我們要講如何證明 呼吸作用會產生二氧化碳 溫溫一些大家 Form 2學過的東西 就是如何測試二氧化碳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用Line Water食灰水 它本身是清潔的 即是清潔的 如果我們放進去的氣體 是沒有CO2 它就沒有變化 還是清潔 如果有CO2的話 它就會變成Milky 即是變成乳白色 如果我們在它變成Milky 變成乳白色之後 繼續放進CO2 它會變成清潔 為何會變回頭 為何會變回頭這麼奇怪 如果現在讀到高中 你又有讀CAM的同學 就可以學到學生了一點 那本身 Line Water裡面的有效成分 就是Calcium Hydroxyl 即是氫氧化鈣 化學色就是 CA 然後CO2 它加了CO2之後 它就會變成 Calcium Carbonate 即是碳酸鈣 就不溶的 就會在溶液裡面 就形成了一些微粒 一些很細的固體 那結果就會令到 那個Solution 看起來就會變成乳白色 變成Milky 但如果我們繼續加CO2 是會有下一步的反應的 就是Calcium Carbonate 加了CO2之後 會變成Calcium Hydrogen Carbonate 即是碳酸氫鈣鈣 這樣東西是會溶回的 所以你看看樣子 Solution又會變回Clear 這就是背後的化學原理 這個實驗設定 就像大家現在看到一樣 A的Test Loop 裝的就是Solium Hydroxyl 即是氫氧化鈣 功能就是用來清除 氣體裡面的CO2 所以這些空氣 經過了A的Test Loop 就應該是沒有CO2 接著那些空氣進入B的Test Loop B是創造了Nine Water 是測試有沒有CO2 由於CO2已經在A的Test Loop 就被人清理了 所以B的G 就應該是Remain Clear 即是維持清潔 接著呢 即是說 進入去有老鼠的空間 的空氣 已經是沒有CO2 接著呢 那隻老鼠會吸氧氣 接著放二氧化鈣 那些二氧化鈣 就會進入C的Test Loop 由於老鼠有產生到二氧化鈣 所以C的Test Loop 就會變成Milky 就會變成混軸 那就證明了 老鼠是有產生到二氧化鈣 因為B進去的時候沒有 而C出來的時候有 那就是老鼠產生的 這裏有一樣東西要提一提的 就是ABC的3G Test Loop 大家可以留意到 它每一支Test Loop 都駁了兩條後管 每一次都是左邊那條 是長一點 並且是插進去Solution裡面 而右邊那支 就是短一點 而且是碰不到Solution 這個設計是重要的 因爲呢 當每一次在這個設計裡面 那些氣體都是由左邊的Test Loop 進去 然後呢 它是需要經過Solution 因爲譬如以A為例 我們是真的要那些 Sodium hydroxide去吸收了CO2 那如果那個 我們幫進去的氣體 沒有碰到那些Solution 那我們就不能夠確定 裡面的C的D 是不是真的被Sodium hydroxide吸收了 而第二呢 就是 氣體離開的管 是不能碰到Solution 如果不是 就會碰到Solution 到下方的Tip 那裏 譬如以A為例 A那裏 那裏 如果右邊那條 是長 那條管 是長度 捕到到那個 氢氧發熱的容器那裏 那裏 當我們開氣氣碰的時候 那 就會把氢氧發熱的容器 就會碰到B的Test Loop 那裏 就會亂了 所以這個也是 這個實驗設計 需要留意的 而同一個實驗 我們除了可以用Nine Mortar 之後 亦都可以用Hydrogen carbonate indicator 炭酸輕鹽指示劑 那大家不要跟Hydrogen carbonate 混亂 即是炭酸輕鹽 和炭酸輕鹽指示劑 兩樣東西是有些關係 但對於我們現在做實驗的情況來說 兩樣東西的功能是完全沒有關係 千萬不要混亂 那這個Hydrogen carbonate indicator 炭酸輕鹽指示劑 就是可以測試到二氧化碳的濃度 那如果那個濃度是0.03% 即是跟正常空氣一樣的話 它就會是紅色的 那如果那個空氣的二氧化碳濃度 低於這個水平 它就會變成紫色 高一點就會變成黃色的 那我們可以用它來取代Nine Mortar 那這個水平就變成現在大家的畫面看到 那這個結果會是怎樣呢 即是B和C的那些 那個indicator的顏色會怎樣呢 那大家自己想一想 應該是想到的 那同一個設定呢 我們除了放老鼠進去 都可以放其他生物進去 例如你放龜裡也可以 然後我們可以比較不同的生物 它的呼吸速率是多少 那當我們要計算率 即是Race的時候 即是你要有一些變化 隨意的變化發生的時間 所以要計時的 那這次的變化是什麼呢 就應該是C的Youtube 由紅色變成黃色所需要的時間 不過這個設定呢 如果大家想放植物進去 譬如好像現在這樣 放一個盆栽的話 就有兩個地方要留意的 那第一就是 我們現在的水平目的是 測試植物的呼吸作用 Respiration 而我們在讀的是 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 那我們就要避免一些 會影響二氧化碳的反應 第一個感 當然是Fosinus 光合作用 所以我們就要用一些 不透光的物料 將植物的空間封住 例如你可以用黑色紙 或者用石紙包住 或者用紙皮箱套住它 第二就是 如果你的目的 是想量度植物的 Respiration 它呼吸作用的話 而你現在是一個盆栽 其實泥土裡面 是有其他微生物的 所以為了避免 泥土裡面的細菌 影響到我們那個實驗 我們就用膠袋包住它 減低它產生出來的 二氧化碳對實驗的影響 在당히多容易 不足的 是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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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